今天下午到秦王道 秦王道给他现在秦王道图书馆 反正我还没有进图书馆 中午 下午的 下午凉凉凉 吃着面 吃完这么晚就不吃 一会儿到他那图书馆 传点文件 到这边乘乘网 第一次来秦王道 秦王那个山岸关 实际上是一个山岸关区 它是秦王道的一个区 你得深小心 昨天在这边露营的 这边是秦王道奥伦匹克运动中心 这边是有两个大的体育场 然后体育场外面都是停车场 昨天我就在这边住的 车就停在那个停车场 这边停车是不收费的 然后它这上面有个超市 那边有洗手间 用的也很方便 今天秦王道天非常好啊 我准备在周边转一转 这边离海边就很近了 昨天来的时候我已经到海边 从海边走过来了 这边离海边非常近 在秦王岛多留一天 然后转一转看看秦王岛 在这边挺有意思 这边图书馆吧 往外走 发现了一个火车道 这个火车道好长一个列车 后来我说我说这边怎么还能有列车 在这边停 结果走到这边我才发现这是一个餐厅 列车是这种餐厅 这个餐厅挺有特点 看真的挺漂亮的 在这个城市当中有很长一个铁轨 然后这边有两列火车 下午天好来到秦王岛 这边的海滩 这里是海滨浴场 到海边去看看 哇海边很多人呢 你看这边 今天风很大浪也很大 好多人还在游泳 这边是秦王岛著名的老虎石 那个石头上 那个礁石上 那个石头上很多人 过去看一看吧 哎哟 这边人好多 这个地方风景不错呀 游人很多 而且简矮的就是海滨浴场 但是今天的浪非常大 浪好大 但是游泳的人还很多 前面这个礁石伸到海里的 这几天呢 秦王岛室内温度也很高 天气在不断的升温 海边的风非常大 所以游人都到海边来玩的 看这边的海浪就是个特点呢 北戴河这边 经常是有这种浪 白边浪 大雨落幽艳 白浪滔天 秦王岛外打渔船 描写的就是这番景象 北戴河这边就是避暑的好地方 海边真是很凉快 但是不准备在这继续逗留了 准备往唐山那个方向赶 这边有一个钢厂 这些大户车都是拉那个 拉那个铁矿的那个 拉铁矿石 一车接着一车 这边呢全是个大车 堵车呀堵的非常严重 这边呢发生交通事故了好像 然后 然后 车行转的非常缓慢 正在通过拥堵路段 长度500米 预计需要6分钟 堵车呀 这是205国道 又行驶 这边车太多了 这道公路太烦了 这家站左一个又一个 左一个又一个 这就是我床车里面的 现状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把东西往 车的右边摆放 然后把左边就躺住了的地儿 正好是一个人睡觉的地 昨天驻车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真的挺好 这边这个停车场并不是很大 这个位置在哪呢 在唐山这边呢 有一个 就是 这是工业工业博物馆 工业博物馆 他这边是有一个大的公园 工业博物馆 然后吧 这边还有个凤凰山公园 那边好像还有一个大城市山公园 所以呢 这个位置非常好 环境非常好 几个公园在一起 看这边工业博物馆 那今天呢我就准备在唐山周边这边一左右转一转 然后现在是早晨五点多 我刚才起床了我就准备 它对面吧有个那个洗手间 我到对面那个洗手间 我去洗洗脸 这边有个大牌子 唐山文创产业创业浮华基地 唐山文旅集团 你看我注册地的对面 那就是一个公共伪生间 这洗手间上面还都带监控呢 这边有一个荷花池 我听刚才那个早晨锻炼的老人家讲 他说这个荷花池 原先这边是最早是一个煤窑 几方前这块也都是一个煤矿 挖了很深的坑 后来这个煤窑往上翻水 然后就废了 废了 这慢慢慢慢的就变成 城市这个绿地 种了荷花 这边有一个大的涌道 它这个两边 拦上了以后汽车进不去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道 这里面就是工业 就所说的这个工业博物馆 它实际上是一个主题公园 那现在就到里面去看一看 这是一个大的长廊 这个长廊晚上这个两边 它这个环形是灯 是亮的 顺着这个长廊就往里走 前面就是博物馆 我们到博物馆里去看看 这两边都是一些图文介绍 就是中国从建国前到建国后的一些工业发展历程 这就是博物馆的园区了 它这边就跟景德镇那边的陶瓷园区差不多 好像也都是原先一些旧的厂房改造成的 看这房子 这房子就好像是原先的那种老的车间 这边还有好多雕像 应该都是跟工业建筑有关的 以前的一些人员 这个雕像人物是谁 是唐廷叔 他是广东香山县人 就是清代洋务运动 代表人物之一 他是开平矿物局的创始人 他一生都是自营的 也创造了很多中国的第一 所以这边有他一个雕像 这个是陈学熙 安徽东智人 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 北洋政府财政总长 曾经创办了 启新杨徽公司 鸾州煤矿公司 华新纺织公司 金石自来水公司 这是詹天佑的雕像 詹天佑我们大家都熟悉 他12岁就留学美国了 组织建造卵河大桥 金章铁路 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 这个雕像是德国人 叫汉斯昆德 主要是他属于地质工程师 这个雕像就是金达 金达是一个英国人 他以前在开平矿物局工作过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 龙号机车就是他设计的 这么个英国人叫金达 是毛以生的雕像 毛以生是江苏镇江人 中国著名的土木工程学家 和桥梁专家 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现在就进到博物馆里面了 这个博物馆还是挺大的 因为它原先是一个厂房 我们看一看这里都是什么 这边就是比较早一些了 好多都是解放前 就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 这上面有个介绍 唐山近代工业奠基人 那都是谁呀 唐廷书 李鸿章 周学系 七个第一 看一下吧 都哪第一 中国第一座机械化 采煤矿井 中国第一条标准 轨距铁路 那个就是铁轨都是标准化的 然后这边是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 中国第一桶 机制水泥 那就是水泥是属于用机械制造出来的 对不对 起个第一 然后这个是什么 中国第一件 卫生陶池 这个东西我感觉有点牵强 中国纯市最早老股票 那就是说股票比较早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中国第一位本土大学教授 罗忠臣 这地面呢是玻璃铺的这种地板 下面呢都是这种景观 掠缩图 在这上面呢可以看到唐山的面貌 你看 凤凰山公园 这边是大城山公园 往这边走 看一看 这边有洋务运动介绍 中国近代的工业基本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 你看这边有改良的蒸汽机车 然后珍妮仿杀机 还有就是西门子发电机 金陵机械制造局 这个金陵机械制造局是挺有名气的 诞生于1865年 是晚清洋务运动中心开办 找规模较大的工厂 其中主要产品有枪炮 弹药 火药 水雷 金陵机器制造局 看看这边吧 这边就是开轮没晃了 江南制造种局 清末开平古城 清代图伐柴美 我们看一下介绍吧 开轮矿物局的前身是开平矿物局 1878年 李鸿章 唐廷淑 开创了 你看看 唐山以此为起点 脱胎换物 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工业重镇 这上面有一组数字 1898年时 产量达到了 个十百千万十万 七十三万吨 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提供了极区的燃料 从此煤炭无需进口 你看看 从1898年英国矿石 1876年 邀请马力师赴河北开平 古野唐山 凤山一带进行实地考察 那以前像这些煤炭 就是矿的这个碳茶 都是请的外国这些工程师 这是轮柔矿物局的股票 这是复制品 那以前的中国工业都是比较落后的 你像采煤什么都靠手刨 而人工的那种 但是洋物运动以后 就是好多引进设备 拆取吸法 就是采矿 那就是大量的这种设备运用到以后 就提高了采煤的效率 也提高了产量 这里有当时矿工那些照片 这属于爆破 爆破采煤 这照片是火力发电厂 内部的照片 这属于1906年创建的中国近代最早的火力发电厂 开平矿物局林锡电厂 这就是股票 你看上面 开平矿物局 股分票 那原先的股票就是这个样子 密密麻麻的都是字 然后盖上章 这是以前铁路的线路图 你看这边有个照片 武厅方的照片 他是1886年任天津铁路公司总办 以前这唐须铁路是在开平矿物局的隶属下运行的 后来1886年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天津铁路公司 成为中国第一个专业铁路运营机构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蒸汽机车的照片 就是1881年呢 虚恶庄修车厂 仿造英国著名的蒸汽机车火箭号 制造了一台小的蒸汽机车 被称为中国火箭号 后来呢 就是中国工人呢 在这个车的两侧 刻了一条龙 龙形图案 所以又被称作龙号机车 这边有个照片 这个照片就是卵河大桥 卵河大桥是谁是张天佑建的 是中国第一座铁路大桥 就是卵河大桥 起心水泥厂 机械采煤就离不开电 你看中国最早的火力发电厂 唐山矿发电厂 林锡矿发电厂 唐山的陶池也是很著名的 这边就是制造陶池的过程 卫星景观图 这都是以前的老池器 民国时期的 也都是唐山这边产 这边有个四朵金花 白玉池 白蓝池 玉蓝池 和古指池 被誉为唐山陶池的四朵金花 这是香港回归用池 澳门回归用池 2016年在敦煌举行的国际文化 博览会场 丝绸之路 进行展出的这种陶池 飞天 走到这边 咱不能不能说一下 这个起心水泥厂 起心水泥厂 这边你看这边 北京火车站 工人体育场 民族饭店 民族文化工 钓鱼台国别馆 华侨大厦 中国军事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还有就是 全国农业展卵馆 都是用到这个马牌的水泥建造的 这有个小二楼 到这二楼上面看一看 看这边 虚个庄到唐山 这里面是模拟火车 火车那个车厢里面 这就是鲁鱼龙车 池袭的专列 哇 好像真的是坐在火车里 看不看到 这个车厢啊 是池袭的专列 龙车 哎呦 这是池袭吗 怎么像真人一样 是池袭的专列龙车 当然是复制品 做的很形象很逼真 看 当时啊 这辆列车啊 这个列车里面什么都有啊 生活用品 体居用品 洗漱 房间什么什么都有 可以说是一个移动的宫殿 这就是池袭的龙车 嗯 嗯